贸易战牺牲品。 传王沪宁为出席北戴河周末会议。 多种迹象显示中共北戴河秘密会议开始进行。 中组部部长陈希受习近平委托,看望了到北戴河休假的中共专家。 舆论普遍聚焦王沪宁的反常缺席,有港媒认为,有三朝国师之称的王沪宁,或可能成为今次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。 日前中共官媒报道称,8月4日,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和副总理胡春华受习近平委托, 在北戴河看望慰问在休假的中国两院院士专家。 但代表习近平慰问的并非王沪宁而是陈希。 南华早报报道,这次接待专家学者的官员级别,比习近平首任总书记十略低。 当年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刘云山负责。 而刘云山的继任人王沪宁似乎没有出席北戴河的周末会议,被裁疑可能成为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。 今年北戴河会议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。 南华早报引述分析说,中国尽管已经宣示了对这场贸易战的立场, 但北京如何对付川普以及调整其外交战略,将难免成为今年北戴河讨论的议题。 南华早报指出,又鉴于北京的外交连番吃饼,而贸易战的影响开始渗透到每一个环节。 62名专家被邀请到北戴河参加会议,也许给习近平提供倾听各种意见的机会, 亦应对美国贸易攻势。 北京当局8月3日公布,将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货物,征收5-25%的关税, 作为报复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关税。 但在此同时,中国政府已经降低打赢贸易战的宣传口号, 避免受到国民的批评。 中美贸易战开大之前,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,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话说, 王岐山、刘鹤、汪洋等武士派深知国力疲惫,不堪一战。 但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, 鼓吹与美国开战。文章没有点出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的名字, 但按照中共的内部分工,外界普遍认为是主管中共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。 此前一直盛传,掌控中共党宣及意识形态的王沪宁,可能会为过度宣传,借个人崇拜高级黑习近平受责。 现年62岁的王沪宁,被外界视为中共的首席御用文言,有中共三朝帝师之称,在中共十九大跃升为政治局常委,成为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,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。 中共十九大后,积身于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,却意外没有接替刘云山的中央党校校长兼职,这一职务由习近平的清华校友,政治局委员,中组部长陈希兼任。 评论指,这说明王沪宁并未得到习近平的完全信任。 也有分析认为,而今次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安排陈希出面接待学者专家,或意味着王沪宁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。 7月以来,王沪宁几乎已在中共党媒报道中绝迹,有未经证实的传言称王沪宁或已被不公开停职。 不过,习近平拜访回国后,7月31日的央视新闻联播罕见报道了14天前的党外人士座谈会,出席座谈会的王沪宁也给了特写镜头。 有分析指,当局或已定调对王沪宁的处理,可能是在释放王沪宁上写平安的信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